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旧货大伟 今天咱们收到了一个 瓷器 然后 这是 咱们网友这边 在他那收的 咱们看看是什么 一个开箱视频 来咱们好好的欣赏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器型呢 不用多说了 是一个粥罐 但是呢 没有这个盖子了 然后呢 他的画片是什么 大家看一看 有的朋友会猜对 这写的是千和万和 后边的字 我看不太清楚了 然后 这边这个人物啊 拿着一个盒子 这边这个人物呢 拿着一个 和花 两个都有和 对 这就是和和二仙 下面有这个底款 苏州 红星后 出品 然后 然后 咱们说说这个 和和二仙 这个 是有什么寓意呢 和和二仙呀 是中国传统典型的 呃 象征形象 而且呢 百年以来 作为家庭和睦 婚姻美满的寓意 早已经啊 深入了人心 随着历史的变迁呀 这个和和二仙 又被赋予啊 新的象征意义 呃 他有这个和谐社会的 这个象征 当然了 家和的 你也可以说是和平世界的 这么一个象征 呃 民间呢 以和和为掌管婚姻的喜神 和和二仙呢 并有昏天喜地的别称 呃 人们像这种瓷器啊 塑像啊 呃 都来 就是用它来祝福 基本上啊 都是和和二仙 是两个烹着头 然后笑面 你看这笑的 我们说这笑的呲牙咧嘴 呃 一般都是拿着一个盒子 还有一个荷花 两个盒嘛 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寓意 那么我们拿到这件瓷器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怎么这么新啊 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么干净 比我们家吃饭那碗都干净 然后再看底下的胎 超级的白 超级的干净 那么我 心里就有点含糊了 不会是这个 新的吧 但是你看这个彩啊 有一种情况啊 它是新做的 然后拿着这个老戳 或者它刻的老戳往上一戳 但这个不是 我比较含糊 所以我找了咱们那个 呃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博主啊 人家是这个 鉴定专家 我就把图片给发过去了 人家说这是开门货 大开门 看它的这个脱彩 然后我问了问咱们这个朋友 就是 出给我的这个朋友 他说他亲自 用洗洁精 然后 刷的这么干净的 并且告诉我了 是 安利盘的 洗洁精 刷这么干净的 大家看看啊 这个尺寸啊 稍微是大一些的粥罐了 14厘米 然后我之前收了一个这个富贵白头的这个粥罐 是11厘米 你看大家看看他这个就差着不少呢 这个 一看就 打开门 你看他这个 包浆啊 各方面的使用痕迹 他没拿安利刷过呀 也不脏 其实也不脏啊 必定这是吃饭的饭碗 用完了都刷 然后这个呢 超级干净 大家在灯底下看看啊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题材 你看像这种富贵白头 这是白头绷 像这个和和二仙 它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所以呢 我真的特别喜欢 这个美中不足的 就是有鸡爪纹 你看这个鸡爪 然后这边还有更大的 更集中的了 看看这儿呢 看见了吧 一直到这儿 这大鸡爪 不过这个没关系 往这一摆着 绝对漂亮 绝对好看 我还是挺喜欢收在这家的 然后借着咱们这个和和二仙的这个寓意 救货大尾 也祝福咱们所有的朋友 家庭和睦 然后婚姻美满 咱们共同 希望咱们的世界和平 感谢您关注救货大尾 多点点赞 多点点关注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逛救货市场 地摊回事 也会去人家收货 也会分享我收来的货 咱们一起探讨 互相交流 学习 还是那句话 定期 救货大尾会免费的送福利 并且我自己来包邮 我出运费 每月的15号和月底 所以一定关注我 不白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